周深晚上不睡觉静被嗝了 声声不息上以为他只是随口一唱 实际上 等在前面飞嘴在后面追 自动消音停顿的几秒 周深到底在想什么呀 而对15G冲浪的小能手 周深来说玩耿更是变成了日常 什么 还有吐槽老三的 你真是饿了 有谁还不知道这个电视剧的OSD 还是周深唱的 当着容索儿的面 表演山尔庄明场面 果然敢还是要舞到本人面前 才最有意思 不仅爱玩稿还是行走的BGM 综艺节目请了他直接怒省一笔配乐钱 捡东西配乐随口唱的一句戏腔 欲味十足啊 参加跑男唱配乐多道 直接让后期一整个轻松加愉快 什么秘密 但愿你的眼睛 哎呀你们啊 灯火里的摄像 灯火里的摄像 好 你的老父亲 你最疼爱的人 前能模仿电子AI 后能模拟 留声机唱老歌 人类对周深的嗓子开发程度 仍然只有30%啊 宋亚轩宋亚轩 你现在在紧张什么呢 杨阳最喜欢宋亚轩了 各位功能能直接DNA比对 你比对一下是不是他 所以周深你自己说说到底还有什么是你不会唱的 送了我爷爷 归零归零 计算机 计算机 呃呃呃呃呃 咚咚咚 球人 口机 乒乓球 打队 夜上海 老唱片 唱片机 唱片机 而周深模仿起其他实力歌手的声音 也是不在话下 一句 要说什么呢 可是把张绍涵的精髓给抓住了 翻唱模仿王妃 更是开口贵呀 那种微酸的滋味 有种远远的感觉 邓丽君唱首歌跟王妃的区别 有间炊烟生气 暮色照她的 这是邓丽君 王妃是 有间炊烟生气 我不会呀 我不会 我不会呀 什么都不会呀 嘴上说着不会 转眼就能开大 果然周深嘴里的不会和我们嘴里的不会 这完全是两个词啊 当着萨贝宁的面说不会戏曲 可是当周深站上舞台后 立马就起范儿了 虎马也 今天看短相 长鞋桌 请相恋的三十二岁 他成高当朝 虎马 不会跳舞 我不会唱rap 我不会唱小歌 果然周深说的任何不会都不要心 说自己不会日语 但是日语歌张口就来 甚至啊 提词器都是日语 真的不会跳舞 说自己不会跳舞 但是不仅用日语演唱极乐净土 就连舞蹈都完美还原 还被原唱美里牙球合作 别人不会是真不会 周深的不会 那是纯谦虚啊 周深说自己不会rap 就是一个reader 但是啊 每次一开口 那就是诈场 对 我不会唱rap 我就 新歌璀璨冒险人更是加入了rap元素 斩获最具影响力歌手大奖 非常感谢TMEA能够给我这样的荣誉 我觉得醉剧影响力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分量的一个荣誉 周深前脚拿了醉剧影响力歌手大奖 后脚就被喷现场翻车 捣嗓 那这首璀璨冒险人是不是真的这么差劲呢 这里可以听出啊 周深高音部分声音突然变小 而且一度嘶呀 本次表示周深不是机器人 有瑕疵是正常的 也有说是收音的问题 面对争议 周深采访时直接轻唱 仍旧是那个开口贵的神仙嗓音 这可让黑子们纷纷打脸啊 别怕会爱着无恙 不负曾经的凝望 有多少理想 就有多少字穿肠 那沿途的风浪 也不过就这样 这一路光景 有什么事 前段时间周深和美里牙的跨国合作是一片好评 但也有人跳出来说两人声音打架翻车言计 如果这都叫打架 那你们可能是没看过新裤子帮唱周深的这个现场 那是直接把冠军候选人都给干淘汰了 声线不合的合唱确实是两人的优势啊 都发挥不出来 但你们质疑归质疑 为大陆歌手争光还得靠周深 大湾区其他歌手跑掉车祸 各种灾难 周深一人独唱 休音讲 谁还能说他不牛呢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环球音乐厅现场正在看 欢迎订阅老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